最近,龚汉林批评国足挣得多,进球少,丢了脸后,引发了一场论战,除了球员冯霄婷等,此外,自称中国最懂球的人,竟将不同观点的球迷骂作球麻,二级管,还把与其不同意见的媒体人詹俊,黄建祥等,羞辱成在座的都是垃圾的解说员所谓。 对,中国足球小将职吴正教练的董璐,却成了其中发炮最多,也被炮轰最多的国足第一护法,一开始还指舆论战的范畴,比如,董璐多次炮轰拱汉林不懂球的球盲,你屁个屁啊,小品演员走学就正脸了吗?你们不是热爱足球,对足球没有投入,不喜爱就捆。此时,董璐虽语言间酸刻薄,但还算在君子之争的层面上。 当然,在董璐的直播间里,多年来他的口吐芬芳之神功,早就被球迷们所熟知。 比如,董璐多次将其嘴中的球马二极管,球迷比座狗,一只狗叫起来,其他很多狗都跟着叫起来,但这群狗也不知他们为什么叫,在叫什么。 在拱汉林展示收藏的国足,冲进韩日世界杯签名足球时,有人指出上面的签名为假,拱汉林确实显得尴尬了。 但此后,前国足守门员曲楚良表示,龚老师热爱中国足球,我将送他一副签名手套。 而拱汉林则公开道歉,并表示要共同为中国足球而努力,也让这个小小的尴尬插曲,有了不错的结果。 董璐却嗅觉灵敏,闻风而动,不错过任何一个可以反扑批评者的机会。 他先是如此嘲讽道,你说这事闹的,生生把世界杯功勋国巧给改了,兴了。 不过,贾签名也就贾签名吧,和贾球迷绝配。 话说,这应该是这位喜剧表演艺术家近十几年来,最具讽刺意义和喜剧效果的小品了吧。 其实,这次国交贾签名足球事件中,虽然龚汉林作为收藏者和展示者会显得尴尬, 但龚汉林并非造假的始作俑者。 真正可气愤的是制造贾签名的人吧,怎么就成了董璐口中的,贾签名与贾球迷成绝配了? 此后,也有人搜索出董璐当记者时,也有一篇报道屈楚良的文章, 恰巧其题目中也将屈楚良,也打成了欧楚良。 对此,董璐赶紧发常文称,当时他不会电脑打字, 是通过电话口述新闻给后方,责任不在他。 不过,董璐在这篇回应中,竟然对龚汉林开始使用了骂人字眼。 董璐称,退一万步说,就算我写稿打字,打成了欧楚良, 也不会傻比道举着一个欧楚良字样的国族签名足球, 当着万千人的面,自证我是叶公浩龙的球盲。 作为公众人物要注意其言行,毕竟会对社会产生较大的影响。 而争论问题本身,各自观点如何? 这没有任何问题,我坚决捍卫你说话的权利。 只要各自的表达能遵守法规和公序良俗就行。 但向董璐竟开始对一个老人,前者,且还是人民委员的龚汉林, 从论战升级到令人裸心的骂战时, 显然,不仅仅是他的那张大嘴变了位, 而是这个争论本身就彻底变了位。 这种辱骂成了一种人身攻击,开始沦为违法行为了。 在董璐发这段话之前,英奇怒对了嘲讽国族的冯拱。 冯拱的弟子曹隋锋的一个小段子,也引发了不同看法。 在小段子里,当被问到董璐是谁时,曹隋锋说不知道, 可不敢问我,我怕狗咬我啊。 有人认为冯拱弟子这不有点层次低了,也涉嫌骂人了吧。 当然,如果一直关注董璐此人, 特别是在其直播间里,向他口吐芬芳的一,也时有发声。 而现在,看到董璐对拱汉玲使用了傻X的骂人字眼时, 其实,在看曹隋锋的层次低,似乎也有了可以原谅的理由吧。 当然,我们一是建议,不能狗咬了你, 你也烦咬狗一口何必跟狗一般见识,将自己等同于狗呢? 若将论战沦落为了骂战,则这样的公共讨论、辩论, 就会变得毫无意义了。 这显然,更多是潜旅继穷者的一种无奈之举了。 显然,伊利夫人,以德夫人,才会是最后可永远的胜者。 原创评论,余说还羞。